主料,柠檬7克,辅量,老冰糖1500克,玻璃密封锅一个容量是2升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新鲜的柠檬先用水冲洗干净,再用牙刷挨个蘸盐刷,再把柠檬放到清水中,加入适量的盐,再接着泡上半个小时,老冰糖,30分钟后把柠檬冲洗干净, 用餐巾抹干水分,切片装入消毒好玻璃瓶子里,一层柠檬一层冰糖,为了汁水出的快些,我都是拿个勺子在里面捣一捣,这样半天冰糖和汁水就融合了,这样看就能看到底部那里的汁水了,越来越多的汁水了,两个小时后底部好多汁水了,来将近点的,看,很不错吧? 放入冰箱冷藏,喝的时候拿出来,特别是早上喝的时候水温在30到40之间,把几勺,再加点淡盐,功夫喝,效果很好,看,一一后从冰箱拿出来就是这样了,烹饪技巧,挑选柠檬要注意,不要那种软的,冰糖要老冰糖,口感好不酸,做好后一定要放入冰箱冷藏, 冬天就不需要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